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是律师 陈梦秀 陈律师 郑大哥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那另外邀请到的是媒体人吕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好久不见 邀请到的是非常永远这么青春漂亮美丽的夏光丽小姐 各位亲爱朋友们大家好 红一大哥好 好 欢迎 等一下要来听光丽的故事 那另外是作家许长德阿德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那么这个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光丽 他曾经演出白娘子传奇 还有楚留香传奇 刘伯温传奇 所以才有办法创造出夏光丽传奇 对 很好讲的吗 那光丽当年是在四月如日中天的时候 为了让子回头的蓝文青放下了演艺的事业 推掉了所有的邀约 为爱 习影 然后陪她打拼一个麻辣火锅师爷叫蓝宝宝 那当年这段爱情故事是非常轰动的 电视台还为此制作专辑 到现在二十几年 两个人并没有走入婚姻 那也没有生儿育女 这个今天想要来请教 因为他是在他最红的时候吸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我在最红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是我还在打拼 因为还没有到 来这个先请教一下光丽 你跟蓝文青是怎么认识的 那个时候呢 我正好在拍两部昂党的戏 一个是新白娘子传奇 一个是刘伯温传奇 因为两部都是当年最红的戏 然后又是在昂党的戏 所以呢嘎的天就是天昏地暗的 在嘎齐的时候 正好那一天呢 我有一个地方比较早收工了 然后我就可以提早了四个小时到华市 然后我就想说早一点去休息一下 因为我每天两边在嘎戏 然后我都没有睡眠的 非常辛苦又要打 那我一下了化妆间以后 我就看到一个男的 然后呢光的翅膀 然后一看到我就站起来 因为他在化妆嘛 打翅膊 对就是没有穿衣服 然后看到我就站起来说 啊你好你好你好 那我虽然没有见过蓝文青这个人 虽然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 但是我没见过他 但是我一看到他 我就知道他是蓝文青 因为他们直音制作 在发通告的时候 有在讲啊 我们这一集要发谁谁谁谁 因为我是固定的演员 那每个礼拜有新的单元 都会有新的人员进来 那那天我就想休息 但是呢蓝文青就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我就从我的镜子里头 就看到他的眼睛 就一直随着我飘 那我也不是个傻瓜 我当然就知道 这个男人对我是有好感的 但是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 在喝茶 他还跟我讲说 你能够请我喝一杯茶吗 我就心里想我的妈呀 他开始撩了哦 不是我就这一壶茶 然后要从早上喝到晚上 因为我们晚上还要拍到天亮啊 那我还想说好吧 就请他喝一杯茶 然后借由这一杯茶呢 就开始跟我在聊天 后来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曾经听到 我一个圈外的朋友讲说 你们演艺圈有一个演员 曾经坐过牢 我说谁呀 他说蓝文青 我说哦这样子 那天看到他以后 我也没什么感觉 但是就觉得他很主动 然后再放饭了 我也想休息 他也不去吃饭 就在我旁边就一直跟我在聊天 他说光丽呀 他说你很多年前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 然后那时候演艺人员 你是第一个被国民党 征召出来选立法委员 他说对吗 我说对 我说有一段时间了 他说那个时候 我就在报纸上见到你 我就在想 哇这个女孩子 怎么家世这么好 可以出来进选立法委员 我说哦 他说然后 我在想 如果这个女人 是我的老婆多好 我一听 讲这个话 我就没有那个 后来当 就当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 执行之后 他们一看也就知道了 还在说 哎清哥你好 你儿子好吗 我一听儿子 那就代表 他是有婚姻的 然后他就跟我在聊天 但是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也是很客气的 人家这么善意 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不跟人家聊天 其实我很累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挑男朋友 有没有什么的要求 哦 我说有 我说我挑男朋友 第一个 不能赌博 第二个 不能够骂三字经 因为我家里头是五个女儿 所以我们家是 我没有办法容忍 人家骂三字经的 那第三个是不能说谎话 他一听 哎 你的这些要求很合理啊 很正常啊 那那天就讲到这边 当然他也在现场 就问了直经制作 哎光丽有男朋友吗 那我那时候也刚出来 然后我生活都很低调 我向来不让人家知道 我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后来直经制作说 不知道哎 哎 是离婚刚出来吗 还是怎样 他不知道 他说不过知道 他现在应该是没有男朋友 嗯 然后其实一听了 就说好 那我要追他 嗯 这是他们跟直经制作讲的 那这件事情也 马上就惊动了 当就当时的制作人 赵大森先生 赵哥一听了以后 我就发现到那一天 我到哪边 比如说我坐的休息 赵哥就坐我旁边 干嘛 我吃宵夜也是 赵哥就坐我旁边 然后蓝文青就坐我对面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说 然后赵哥就一直在 好像在保护我 然后蓝文青说 哎 光丽待会我送你回家 那赵哥 那个制作 我也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 我自己有开车 赵哥说 光丽待会我 送你回去 因为你住山上比较危险 我说不用 我说我自己都已经独立习惯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 制作人其实是 越人无数 对 他知道蓝文青有什么目的 对不对 他们当时已经都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坐你旁边 是 其实是希望把 保护你 他知道他在追你 然后执行制作 也问 帮你问了 问说 儿子好吗 青哥你的儿子好吗 就是要再提醒你 是 说他已经结婚了 有小孩了 对 那后来你 你还是 那后来他怎么追到你呢 其实他追我 也不是那么的 当时你不知道 别人在保护你 我那时候觉得说 他们好像一直在我身边 好像有做一些 就干涉性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因为在拍戏 我累的已经 睡眠都没有 然后我戏份非常的重 我根本都没有去想这些 你的制作人对你很好 像有人来纠缠我 我们制作人从来不会这样 帮我 帮我 因为不会成功 后来他那个时候 在追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着他 那时候他是说 他是官胜第一军的弃子 他会通灵 然后他义务的 帮很多的信众们 在调风水 在解饿 然后我看到这个男人呢 跟我们一般演艺圈的 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除了抽烟 除了吃槟榔之外 像个模范生 你知道他回去吗 对 他像个模范生 虽然我在后来 他也很大胆的 到我家里头去 拜访我的父亲 然后他到我爸爸的书房 在二楼 我在一楼 他在二楼 跟我爸爸聊了四十几分钟 然后他就走了 我爸爸后来就跟我讲 说儿子 因为我们家都是女儿 但是我爸爸都是叫我叫儿子 他叫儿子 他说 蓝文青这个人啊 聪明至极 嗯 他说这个男人 如果他真的是浪子回头的话 他会把你宠上天 如果他是假伪善的浪子回头的话呢 他会把你卖了 然后让你数钞票 你还谢谢他 然后第二件事情跟我讲 后母难为 我爸爸跟我讲了这个话 那当时我已经32岁了 那我就时时刻刻的 一直在盯住这个蓝文青 他可能也知道我时刻在盯他 他可以在我身边 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吗 就是在交往 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拍戏 但是他都会找我的空档 然后到我家的门口啊 或者干嘛 然后我拍戏 他会在外面跟我讲几句话 这样 但是后来有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 我就到他的 他那时候跟他哥哥开个蓝公馆 他在他哥哥店里头就帮信众们 就是好像在调风水啊 在解恶这样 我就看这个男的 我就冷眼旁观这个男的 很有智慧 然后很善心 然后很狭义啊 慢慢慢慢我就在想 当然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个男人呢 就是他很肯吃苦耐劳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男人可以蹲在地上 做个小板凳 在那边洗铜浩菜 因为他那时候开 跟他哥哥开一个什么麻辣火锅店嘛 很脚踏实力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可以放下身段端的那个锅子 然后招呼客人 那我在想 这个男人应该是真的浪子回头吧 因为一般的男人是放不下这种身段的 然后再听他讲一些智慧的话语啊 什么什么的 那跟他交往了差不多 也就是两个月三个月时间吧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拍 楚德乡传奇 被记者看到了他来探班 然后这个消息就曝光了 那曝光之后呢 然后我们演艺圈有认得我的 跟不认得我的四面八方 全部都来告诉我光丽不可以啊 不可以什么 就是他的恶名昭彰啊 然后他的负贫至极啊 你千万不能够跟这种男人交往啊 但是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个男人 跟你们讲的都不一样啊 真的是个模范生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曾经有来上过 郑大哥的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应该讲 我现在很后悔 那时候还很骄傲的说 那一些跌破眼镜 因为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很多人是跌破眼镜 我说那些跌破眼镜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眼镜捡起来了 哎呀 28年后 我非常谢谢你们 也对不起你们 哇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其实在光丽的这个时代啊 当时要在媒体红 因为媒体很少 所以其实要红不容易 对不对 非常不容易 当时有多红 其实那时候就是等于下节 就是光丽 下光丽这三个字 就等于票房啊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 只要下光丽主演的 那个收视率 以前这时候有三台嘛 但是就是锁定的 就是其实真的很轰动 所以当时像以我们的年纪 像我算年轻的 但是那个印象 阿德老师的表情 今天我还减迷十岁 可是我的印象都很深 才十岁吗 我小 对 我小那个阿德老师 应该是十一啦 是 真的哦 你这么老啊 没关系啊 可是你看哦 像我这一个接那个年龄层 我都印象很深 就是下节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谢谢 然后就是很美 但是就阿德老师说的 那个身子骨很厉害 你知道到现在下节 这个年纪哦 不好意思 看不出来 但是他还是很软Q 不用软Q 一千倍 他到现在可以劈腿啊 然后什么倒立啊 很厉害 听说那时候 我看了电视周刊 一集演出 因为他这么红 一集五十万哦 对 电影 电影 电影不止的啊 电影 那个时候我们才 我那时候 我十六岁拍第一部电视剧 然后十八岁拍第一部电影 然后我新人出来 就是十万块钱 那那个年代 一支片子十万 对 那个年代是百万富翁 那时候不容易 百万富翁 所以我那时候 新人出来就是十万 然后等到我二十岁 我拍戏的时候 就是二十万 三十万 四十万 然后到香港去签了 两年四部戏 奔奔电影公司 就是做从前那个 奔奔牛仔裤 很红的那个奔奔电影公司 然后两年四部戏 然后我一部戏 是六万港币 那时候港币一比八 然后他还要供我吃住 对 所以那时候买房子 一个房子也就是 像我家那时候 买的房子就是 九十万吗 九十万 然后是一二楼 整个是透天的 然后独门独 就是独院的房子 是 你看现在钱多少 就是说如果当时 他不要这样急流永退 那个不得了 我后面退是 退在我在演电视的时候了 我从电影 然后又转到电视圈的时候 然后我的人生 等于是演艺事业 第一村是我的电影 师妹出马 南北腿王 棍王 还有 当然就是有几部是 就量身打造的戏 那后来再重新读完书 再重新出来的时候 就是连拍了几部最夯的戏 刘伯温传奇 白娘子传奇 楚如香传奇 夯得不得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那时候是我演艺事业 第二高峰 然后就碰到蓝文青 碰到蓝文青 所以这个等于是 也是应该讲说结束 夹索 你要 碰到蓝文青是夹索 不是说 你要行的感情 感情上 这个缘分嘛 你要去结 到最后也肯定要去结 像我听起来 我就觉得说 像夏姐算是很乖的儿子 怎么讲 刚听起来是 你根本那时候 还没有正式交往 但是他先见爸爸了 然后呢 爸爸看了人之后 然后给你一些建议 可是你还是有自己的 我觉得你自己的主观判断 也很强 我想知道 蓝文青还是有一套 因为他那么红 是啊 然后他只是一个 就是 有点像临时演员这样 也不是 他也是 从前他也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可能我在读书 我没看过他的信 所以我更不认得他吧 他也就一部戏红了嘛 蛮红的 就什么叫做天蟬在变吧 但是那边那个戏 我都没看 可是夏姐你自己说 其实蓝文青真的很帅 我到现在印象还有 他追你的时候 他有婚姻状态 没有 他那个时候是负债累累 负债累累 然后他也离婚了 但是有个小孩 有个小孩也蛮大的 对 那当时他已经有过婚姻 有个小孩 你都没有考虑 有爸爸有讲过 后母难为 所以我为什么会这么严厉的去看这个男人 后来看这个男人真的很好 那他那时候也说服我就说 我们一起共同创业 然后也规划出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蓝图 那平常心讲这个男人当然是有他的长处 我才会选择他 那当然他可能也很厉害吧 他把我的个性整个摸透了 因为我从小是聚校长大的 所以我满脑子的中校结役 然后呢我爸爸妈妈也是高阶的军官 我从小就是在军人世家长大 很严格的 他反正就知道我是个好女孩子 然后呢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全家都很反对他 但是他从来不在我命前讲爸爸妈妈一个不好字 一直是用体贴的方式讲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好怎么好 那应该讲我没有用吧 你观察他嘛对不对 对我在观察他 因为时间久了 看到这个男人一直在讲我的爸妈好啊 然后又怎样怎样啊 那这个男人对我爸妈这么好啊 然后又常常在问候干嘛干嘛 我心就会软了 要追你当然要讲你爸妈好啊 对啊 然后他就拿板凳在那边洗菜 然后你就被他追走了 我当然是有一直在看他 就讲说他可以放下身段 然后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又在免费的帮人家在调风水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有帮你通灵吗 有讲准吗 他说他是通灵 所以呢他就看了我的深层八字 然后又在讲我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 那平良心讲我本来是不太相信这些的 那后来等到正式交往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命格里头是不能有婚姻 就是有婚姻的 如果有婚姻的话 你马上会招逢不测 会死亡或干嘛 所以他才跟媒体公开承诺 跟我八十岁的世纪婚礼 因为活了够久了 对他说如果在八十岁之前 我们两个人如果健康 或是有谁就是说很危险的时候 也要马上举行婚礼 然后呢他一定要把我取回蓝家的大门 如今看来骗子 开这个支票我也会 因为兑现的日期太有 而且我觉得好高端 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以前我刚认识我那个前夫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体质 我会 他也是都能偷 然后很好笑的是 而且我是 对而且我第一天认识她 是在一个会议 因为我那时候老板是李清安 我就是代替她去 所以我说结束就这样 我一个小女生才刚出社会 代替老板去开会 怎么可能 可是老板就说你去开会 我就在那个场合认识这一个人 结果他也是跟我讲 就开完会他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你是我这辈子的老婆 你知道我那么小就吓一跳 然后就觉得 撞撞 真的真的 就是不懂事啊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小路乱撞 然后大我们那么多岁 那时候就觉得充满魅力讲话 因为我们的见识不够 那他讲了任何一句话 那你带来很多的惊喜 跟你没有见过的 所以你就突然间就充满了崇拜 像他讲那句话 你就觉得 哎呦真的假的 还通灵 他有没有说他几岁会离婚 没有啦 我意思是说 你看可是你看 如果他这样讲 代表他的这个 应该讲说 技术更高端 他已经告诉你 他不会娶你 不过请教一下光丽就说 听说你有测验 你有测验 在跟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有测验他 有啊 就是我常常就是 我每天都在盯他呀 看他是不是真的是浪子回头 然后他都能够通过我的考验 所以我到现在他发生这个出轨外遇的事情 我才发现到我那时候真的是被猪油蒙了眼了 经过现在这些伤痛之后 我的眼睛才打开了 可是为什么会是28年那么久呢 哎 应该从头讲吧 他那时候说我不能有婚约 然后他又跟我承诺了世界的婚礼 对 我在当时呢 我上节目时候 上这个节目时候 我也讲过 我说结婚只是一天的事情 但是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交往的时候 我也在有不确定 我也不知道这个男的 是不是真的如我看到的这么好 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洁身自爱的人 我不喜欢随便踏入婚姻 变成某某某的太太之后 然后离婚了 那你也知道女人一离婚以后 好像就变成二手货就不值钱了 哎呦 不不不 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我 我跟中国哥在脆弱 灰单死你来 对不起 你知道边疆街很多在卖二手车吗 我现在里手的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不好的话 我宁愿当永远的夏小姐 OK 所以我也没有逼着跟她要结婚 当然我们蓝宝宝事业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妈也在讲 说为什么不结婚呢 赶快结婚 我就跟我妈说 妈你急什么呀 结婚是我的事又不是你的事 对不对 我说你不要催我嘛 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说 结婚不重要 过日子比较重要 她讲话甜不甜 当然甜了 我妈都说 哎呦 小青那个嘴巴呀 每天甜得像 好像喝了蜂蜜一样 你看我妈这样讲 那个甜可以形容吗 就是蜂蜜 可以举例吗 实际上 那个已经都不知道该怎么举例了 天天时时刻刻都是喝的蜂蜜 哇 她会哄你吗 会 会 举个例 譬如说吧 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会为一些 很关键性的事情去跟她在争执的时候 你看她这么阳刚气的 应该是个大男人 她不可能去能够受女人这种趾高气扬这样说她 但是她每次说 哎呀 宝贝呀 你说的对呀 哎呀 我就是这样子 我敢改呀 我怎么怎么怎么 她就在讲她自己 我认错呀 怎样怎样啊 然后你还在生气呀 她就会在旁边唱歌给你听啊 那我昨天也有拍一个片段 就是她有时候会在我的一些某个地方 譬如说我的珠宝盒里头 她会写一张纸 那这珠宝盒有时候你也不会去带 等到你一打开看的时候 她上面写一张 丽儿万岁 哇 要不然就是在哪边写个什么 要不然就在她皮夹里头放你的照片 她一打开皮夹 你怎么看到你的照片 然后她就对着那个照片很陶醉 然后跟你讲 她说你哦 在我的心兜里 永远天天都在我的心兜里 哇 真的很甜 我也好奇持续多久 她这个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七八年 然后我们差不多在八年 这样够久 蛮久的 OK啦够了 超远 七年之一 你一版 你一版没有那么久 对对对 继续了 这个真的厉害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这么会哄 这么会讲甜言蜜语 这样子 其实文婉说七八年这样也够了 真的 你也享受过 不是这样讲法吧 我在想她可能有算过 我在她命里头是可以很忘她的女人吧 因为那时候蓝宝宝麻辣火锅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张的时候 是在七月二十二号最热的天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时候请了我的电影版的这些记者们 然后七月二十二号开张那一天 台湾各大报的这个电影版的摄影记者跟记者都来了 然后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全部都把我们蓝宝宝要开张的这个消息全部都刊登在最大的版面上 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因为那几部戏在红 然后再加上电视台帮我们制作专辑 几个电视台帮我们都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专题 都认为说夏光丽这样子的女孩子怎么会去跟蓝文青两个结合 对我们两个结合很好奇 然后因为这样子这些媒体的这些播放 然后全部的很多的消费者就上门了 然后每天就然后生意就火了就变成是门庭弱势 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我都不认得的就是来消费的人都跟我讲 夏小姐蓝宝宝麻辣火锅成功都是你的原因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都是蓝文青的原因 那现在想起来他们都是应该是看对了吧 那个时候我们在店里头的时候我很辛苦啊 下午三点钟就到店里头就开始忙 然后就来回走路啊干嘛 一直要忙到凌晨十二点过后 因为大家吃宵夜这时候有空档我才能够坐下来 我也记得那时候也曾经在郑大哥的节目里头 我还撩给你看我的裤子 我一双最自豪的腿上面变成了蜘蛛网 全部走出静脉流 因为都没有位置可以坐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血液倒流 对然后为他付出这么多 没有想到二十八年以后是 他等于把我二十八年的最宝贵的青春 全部都糟蹋了 然后现在还因为有外遇 不但有小三还有小四 还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还隐瞒了我十五年之久 小三小四这个等一下继续请教你 就是他有一段婚姻 你说他的前妻是用计谋才能够顺利离婚 他很少跟我谈到他的前妻 但是我知道他的前妻是外国人 而且他的前妻是个富家女 那他也有讲过 蓝文青也有讲过 说他的前妻的祖母还是妈妈还是什么的 省吃俭用留给他十万美金 蓝文青竟然把他这十万美金 去放到地下钱庄 然后没有两个月三个月就没了 然后这个前妻也都没有说过他一个不好 最后会离婚说是用骗的方式跟他离婚的 他的前妻跟蓝文青说 我们现在都很穷啊 连小孩子的学费都缴不出来 那我的爸爸是跟我讲 如果说我能够跟你离婚的话 我爸爸愿意给我多少钱 那我们就先假离婚 然后等到我拿到我爸爸这个钱之后 我们再结婚 他是用这种方式才离婚的 但是离婚之后马上就 说再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小孩了 所以我就不懂他的前妻既然这么爱他 但是为什么最后会用骗的方式跟他离婚的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有小三小四的 2018年12月3号 我的生日是12月13号 然后他在我生日的 那个时候是我60岁生日 他还跟我讲说宝贝啊 你要60岁大寿啦 我们要怎么过呀 怎么帮你过呀 我说没关系随便过 然后12月3号下午三点多钟吧 我的手机响了 我就听 我就拿起来 听到他在跟别人讲话 我就稍微等他可能是不是在跟别人讲话 他随身都带三支电话 我那时候还讲说你怎么会要这么多电话 他说哎呀又是这个需要打用这个电话 那个要用那个电话 他在讲一大堆 那我也没有去怀疑他 虽然我们差不多在 11年过后的时候 因为蓝宝宝因为他开始骂三支精打牌 然后呢睡眠不够 然后每天呢就会 因为生意太忙了 他就开始在 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的厨房嘛 他就在厨房里头就骂三支精 骂员工就大骂三支精 然后不是有那个瓢吗 就摔那个瓢子 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在干什么 外面的那个客人在吃 马上对他一直回头看 一直回头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变这个样子 他那个时候忙到半夜 然后呢常常在抽筋 躺到电影院因为太累了 在抽筋 我已经也快昏倒了 我还把他送到医院 他在打点滴 我已经人快瘫了 我这样子帮助他 结果呢 有一天我就听到我们家的 外面的这个麻雀 就在讲 亲在拔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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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轿 我听了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 什么在亲在拔轿 拔轿不是在赌博吗 我在想说他不可能赌博呀 有一天 我已经离开店里头了 我都差不多一点多钟 我就先回家 然后他天亮才回来嘛 然后呢我就想说 去买个东西 到通话街买个东西 想说送回店里头 给他吃个水果吧 我一到店里头 我才看到 我们当时一楼是两个店面 他竟然跟他的哥哥 在那个店面里头 在打麻将 四个人在打麻将 然后把客人全部 移到这边来 我才很惊讶 啊 我走了 你们四个人在这边打麻将 难怪那个麻雀跟我讲 亲在拔轿 亲在拔轿 这小鸟真的会讲啊 麻雀 是鹦鹉吧 麻雀 就外面的这个麻雀 他讲 亲在拔轿 亲在拔轿 怎么那么厉害 是谁教他的 不是只有鹦鹉 才会学人话吗 我就是跟你讲说 麻雀也会 麻雀也会 这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早期的 在警种旁边 都那个小鸟叫 我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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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原谅啊 我弄 对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在打麻将 然后我就大发脾气 我说我们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在打麻将 难怪你会没有体力 对不对 打到天亮 然后睡到一两点钟又起来又忙 他就开始在骂人啊干嘛 所以也造成了 我们的声音从门庭弱势到门可罗雀 哇 声音变坏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空挡多了 就去打高尔夫球 他打高尔夫球也在赌博 后来呢 我也陪着去练高尔夫球 然后有一天就听到他 跟那个捡球的小弟说 你回家去骗你老婆嘛 说你明天要怎样怎样 我们就可以去打球嘛 我在旁边听了 我说我的妈呀 我的男人怎么会去叫别人 回家去骗他老婆 为了要打球 我回家又为这个事情 我在现场是给他面子啊 我一回家又为这事情跟他吵架 他就在讲这有什么关系啊 哇 我就发现到 这个男人就开始变了 已经在赌博了 骂三字经了 当然他都是冲别人骂三字经 他不敢对我 然后现在开始叫我别人去骗人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那个时候呢 我也那个时候也就是登报纸也在讲说 我们也没有小三 然后他现在事业这么好 然后他已经很忙了 那我们就分手吧 你主动提 对 我主动提 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是还有来上女的节目 说我什么吃了安眠药 什么我一脚就把那个什么 我们大片的桌子玻璃一脚就踹掉了 然后我脚走到这个玻璃上面满都是血 然后他又把我包到二楼什么什么 我正好那天也正好在收看这个节目 新闻哇哇 对对 新闻哇哇 怎么在讲我的事情啊 对 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有小三了 没有这个事是吧 有 你有踹玻璃吗 我有我有踹玻璃 我有踹 你的功夫女星一定要破的 不然 功夫女星 那上面真的有血啊 因为那个当然是安全玻璃 我一踹完以后我还在生气嘛 就在那边走路嘛 然后当然走的脚也都是血嘛 就这样子 对 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不承认 然后都在说 我有神经病 他已经这么累了 我还在找他的麻烦 我有问题 但是我跟他说 好 这个功夫我们先稍待一下 等一下 这个小三小四是怎么发现的 你忘了他刚 他这个对你很好的时候 天言蜜语的时候 说你 你住在他的新兜里 在他的新兜里 对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这个 光丽可以回来讲 就是说 那你不是听到了电话吗 郎文青跟人家在讲电话 被你听到了吗 然后那是电话讲什么 我想把这样子应该从头讲 这样大家才听得清楚 麻辣火锅收了以后呢 然后那时候又开了建设公司 宝珀建设公司 那那个时候 他们刚成立是两个老板 一个是他 另外一个是刘先生 然后我帮他们 中介了一笔无心街的土地 然后事后我才知道 那时候他讲说 无心街那块土地呢 会盖房子 然后我们会留一户房子在那边 后来他跟我说他卖掉了 我说为什么要卖掉 他说因为那块地 地卖掉了吗 对他说那块地卖了 他说因为那个盐币有问题 所以把它卖了 那当然他也给了 就是公司也给了我有仲介金 什么什么的 那他们也赚了钱 我事后才知道 我的这个悲剧的开始 就是从这块地开始 因为这块地 他们把它卖给了一个 基态建设公司 然后他跟那个合伙人 两个人各自净赚了 一亿元的现金 然后他们就开始 到酒店去 然后那个时候呢 包含现在小三住的那一块 那个大安元首那一块地 就是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 那一块地 也是我去报马仔的 因为原来那边是一个修车厂 我的车都在那边保养 后来我说这个老板娘 怎么老是没有来收我的 这个保养费 我就专门送过去给他 我才发现到 原来他的老公 还是舅舅生病了 然后他们这块 他们不做了 我一听就太高兴了 在大安公园这一块地 多宝贵啊 我就赶快跑回去 就是跑到公司 去跟他们讲 赶快去拿这一块地 这块地太好了 结果他们也就把 这块地就拿下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金融海啸的时候 这块地在推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退屋潮 这个时候我就出面了 然后就帮他们 在卖这些房子 在介绍 所以那时候 新闻也有在讲说 我在卖上亿元 就是一户是一亿元的 这个豪宅 就是这个房子 结果现在小三 就住在这个地方 李延长玉年姐呢 有一天打 电话跟我讲 以前联合报的记者 对 他跟我讲说 小丽 他说怎么有人跟我讲 他说那个清哥 在外面跟女人 在喝咖啡 啊 我说在喝咖啡 他说你去问 蓝文金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李延姐 我说我们现在 在推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熊海玲 在买我们的房子 我说是不是 他在跟熊海玲 在喝咖啡 但是大家会不认得 熊海玲吗 他说你问问看 你也是跟我这样讲 然后蓝文金 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问他 我说你今天 在跟谁喝咖啡 他说怎么了 我说有人看到你 在喝咖啡 他说是谁说的 我说年姐 今天打电话来的 他说神经病啊 他说年姐 在干什么 跟你这么好的朋友啊 心风作浪啊 我在跟谁喝咖啡啊 他还很不高兴 有点歇斯底里 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子 后来我再问他说 如果你跟熊海玲 在喝咖啡 为什么别人 会不认得熊海玲 他说他们在胡说八道 在破坏我们的感情 从那个时候 那个小三已经有了 然后就 当然他很长一段时间 就很不正常 天天赌博赌博赌博 然后回来的时间 都很短很短很短 我就常常为了他赌博的事情 跟他起争执 那当然这么多年 我一直过的是 很伤心的日子 因为我觉得我当初 我这么严厉看了这个男人 结果现在这个男人 变成了另外一个 像魔鬼一样的男人 恢复了他从前 我那些朋友在讲他从前没有 在通灵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我其实是很伤心 我在想说 会不会我慢慢等 我应该能够等到 我原来看到的那个男人回来 我每天在等 所以他一直在讲 我就一直在痛苦 我知道他太不正常 但他就一直在说我 吃饱饭找他的麻烦 他已经那么辛苦了 那时候你们在一起几年 十一年 十一二年 我现在其实都已经不太记得了 这个话应该是在 十五六年前吧 的事情了 十五六年 所以你还忍这么久啊 对 但是因为就是说 你看嘛 我应该讲吧 好吧 2018年12月3号 我的电话响了 他在跟别人通电话 对 等到我慢慢听 慢慢听 才听到他跟那个女人说 你今天带着小孩子 不要回去 他说他会到那边去找你 他说我什么 对不起他啦 我把他给害惨啦 但是呢 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啦 我也要放弃了啦 然后呢 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 我有你支撑我 我就够了 然后你回去跟三姐讲 叫他不用担心 但是你不要带着小孩回去 然后说 我把那个女人给害惨了 那那个女人先要来找你 就是小 就是小四要来找你 他要听你 跟他怎么说 然后小四听完之后 他死了也 迷目了 我就听了这个东西 孩子 他把谁给害惨了 然后呢 那对方不要再说什么 他说不会啦 我死不了啦 我大不了就是 最多就身败名裂了 那个女人要把我弄到 身败名裂了 然后我听了这些东西 我就知道了 我这一part的事情来了 然后呢 他电话挂掉以后 我就在这边 喂 喂 喂 我就听到对方 可能听到电话哪边 喂喂喂喂 就叙里刷啦叙里刷啦的 电话就断了 我马上电话就过去了 我说你刚刚在打电话给谁 啊 我在打谁 没有啊 我说你刚刚在跟谁通电话 啊 哦 我在跟那个助理在通电话 我说你刚刚在跟哪个女人在通电话 什么孩子 什么不要回去 你把谁给害惨了 为什么人家要把你弄得身败名裂 他就开始 讲话就一定有点喘了 他说 哎 这个事情 很复杂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 我现在要去录影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就跟你说 我会跟你说清楚 我说你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跟哪个女人谈恋爱 我在电话这边全部都听清楚了 他就开始发抖了 他说真的是有鬼在牵啊 他跟别人在通电话 他怎么会把我的手机给按通啊 嗯 嗯 叫鬼咖喱 对 然后我就在问他问他问到最后 逼他我们讲了一个多少时 我才知道 嗯 他外面有两个女人 三个小孩 然后已经外遇15年了 变成我们成立宝铺建设公司 第一年 他就已经开始了 哦 那 那是2018年是不是 不是 2018年 事情才曝光 曝光嘛 所以你看 2005 2005年 2005年 你看我这个生日卡是 2011年的 他还在写给我的生日卡 这是 这个 他 他写给你的生日卡 对 这是2011年 对 这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外面都有小孩了 已经发生六年了 对 如果这样推的话 你看看里面他怎么写的 他写的是 亲爱的 丽宝贝 祝你平安 幸福快乐 祝你美丽健康富贵 祝你鑽石翡翠满香 清赫 哇 很甜蜜 你看 这个是他给我的 这过年的吧 我这些我都留 都留着 钱都没有拿出来 全部都留着 钱 真的是 宝宝的 你看他上面 宝宝的 八霸 不是 你看他上面写的这些 都已经有外遇了 有小三了 有小四了 还能够写这些东西 哇 亲宝贝于2016年春节正月初一 博得彩金 一万六千八百元 正于丽宝贝 一路发到一百岁 祝猴年快乐 才与元廣进 身体健康 亲宝贝 好 哇他都叫你亲宝贝 他叫我丽宝贝 丽宝贝 对不起丽宝贝 他是亲宝贝 对 祝最亲爱的丽儿宝贝 青春美丽 永远新春快乐 爱你的 亲宝贝 2005年除夕 2005年他已经发生了 他已经有了 PS 93年除夕 哇 给你六万六 我看到这钱 他也只是过年才有 平常都没有的 所以你看看他 每个案子 在推案子的时候 我们在动工 在上大梁的这些红包 他全部都拿回来给我 还有他生日 如果公司给的 当然钱都不是很多的 给的他的 或是端午节的 他都拿回来给我 所以你说这个男人 他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所以有人在讲说 你被隐瞒了这么久 好像怎么那么傻 是 我也怀疑啊 但是他又可以做 这些东西给你看 真的 来我们等一下继续聊 先休息一下 光丽在这么久 久的过程里面 那你们一起打拼事业 赚的钱他有给你吗 他那个时候文婉应该知道吧 他那时候不是有讲说 他每年过生日 他都会给我一百万吗 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候你们在节目上面 还说我很幸福啊 然后他只给了我两年呢 他真的有给你一百万 只给了两年 然后就没有给了 然后这两百万 还是放在 还是由他保管 帮我在操作股票 最后也归零 那到了第三年 我妈就问我说 那个亲友给你 那个 那个蓝文亲友给你 那个什么 那个一百万吗 我就不好去跟我妈说 我说有啦 有啦 其实只给了两年 真的 那经营事业的钱呢 没有 那他会跟你借钱吗 我跟他是从来没有 金钱的往来 因为我16岁就开始 会自己会赚钱 然后我自尊心非常强 我从来不会伸手去要钱 也不会开口去要钱 所以他从认得我的时候 到现在他都跟每个人讲 夏光丽很老实啊 他很老实啊 我就听不懂什么叫老实 原来我真的很老实 老实就是傻嘛 就是笨嘛 不会开口要钱嘛 我也很老实 我也是很老实啊 你不是老实啊 你是不是没有要到啊 不是也是笨 不是真的啦 也是老实 就手就伸不出去 对不对 可是你们一起经营的 失业里面没有共同出资 或者是说谈怎么合作吗 比如说建设公司 或是那个 也没有 因为建设公司是他跟那个人 刘先生嘛 对 一个人出了六百五十七百五吧 就合资的 但是我帮他们介绍那两块地 他们可以赚到多少钱 亿耶 一人搬亿 对啊 然后他们可以赚到多少钱 先请教一下陈律师 因为事实上光丽跟郎文青在一起二十八年 不过他们并没有结婚 没有婚姻 那么如果说未来他们想要有打什么官司 要什么财产之类的 这样有算吗 其实他们在法律上面啦 并不是有夫妻关系嘛 那当然就说 这种案件会有一个所谓讨论说 是不是有事实上夫妻关系 因为在整个外观上面 他并不是只是同居关系嘛 他们就其实就像夫妻一样 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相互扶持 然后一起打拼嘛 那所以其实在法律上 发生很多类似这样案例 然后想要去争取说 有一个类似像夫妻关系 譬如说我的财产我要跟你争取 或是假设不信什么遗产之类的 想要去争取 但是法律上都没有认同啦 法律上都还是认为说 如果假设是一些 家里的支出开销这个 或是抚养 法律还可以认同 可是如果到了什么 就是财产这些 其实法律都是 因为没有婚姻关系 所以其实某一程度来讲 也就是说这个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是没有被承认的 了解 对 但是就是如果是像 关系姐这样子的案例 其实还是 我刚刚其实有想到是说 他们如果在过去一些合作的 不管是蓝宝宝 或者是建设公司 假设其实有谈过一些 大家互相怎么出资啊 或者是说 事业上经营 大家的角色扮演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去请求 一定的一个 比如说我应该得到的报酬 或是我应该得到的一些 回馈这样子这个方向 那婚姻有欠你钱吗 有 因为我就是讲过 我也不要她的钱 那她也不要动我的钱 但是从103年的时候呢 家里就出了状况了 什么状况呢 家里头的所有的 那个什么水电费啊 还有什么电话费 他就直接是转账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天在工作 也没时间去做这个 但是从103年的时候 突然间就会说电费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家的电费是很贵的 我们家两个月的电费的话 都是两万多块 非常贵 因为我们家有佛堂啊 有什么 然后那个店都是 都一直在那个 就是很就很费店的 然后就出问题 然后呢就通知来了 然后我就问她说 诶 我说你那个转账的 怎么会出问题了 她还否认说 不可能啊 怎么会有问题干嘛干嘛 后来我就讲说好了算了吧 因为我们家里头 她做了建设公司以后 才开始把她的第一份薪水 交给我做家用 所以呢还讲说 那时候他们公司刚成立 也就是三个人嘛 然后呢 大家的薪水也不是很高 她虽然挂名是董事长 可是那个时候薪水 我记得可能是不到五万块钱吧 她还跟我讲 她说我人生中第一份薪水 我交给你做家用 然后你呢 从这里头 然后你呢 把从这里头 拿一万五千块 去孝敬妈妈 她就是填我的薪嘛 你知道吗 那你想想看 一万五给妈妈 剩下多少钱 我家里根本是不够用的 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份薪 我已经很开心了 对 然后103年的时候就是 电费就出了问题 我就想 他这么要面子的人 就开始在我面前就说 建设公司已经走下坡了 然后又是手头有点紧了 他就开始在释放这个讯息 那我在想好吧 既然他有家用 我就拿钱就把这个付了 付完以后呢 你说那个电费是吧 电费我就付了 付完以后呢 好像一两个月又好了 一两个月之后又来了 那三次扣款失败 就停止扣缴了 我后来就跟电费公司讲说 好吧 就我直接用我的信用卡就扣吧 就这样子 我没跟他再计较这个东西 那应该是讲102年吧 还是102年 我相信 就已经有了小四了 也生了儿子了 他两边都要开销嘛 他有三个家庭 两个 一个小三一个小四啊 对啊 还有你啊 对啊 我很好打发 你比较自立自强 对啊 你比较有小孩啊 说到要四千的 太老十 都别人在开 你看 电费要自己 对啊 然后连电话费也是我 就是付完 因为他都断掉了嘛 然后 他有三只手机呢 对 三只手机 三个家 很没用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讲说 建设公司已经走下坡了 他想要养鹦鹉 我说养鹦鹉 为什么要养鹦鹉 他说鹦鹉很值钱啊 什么什么都跟我再讲 后来呢 他也没有经由我同意 就找了工人就来我们家 就在我的一楼二楼呢 就空出房间 叫我空出房间 然后呢 就来养小鸟 那我自己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天哪 真的 然后你想想看 我要每天还要去顾小鸟 每天闻到那个粪便 那个粉尘 因为小鸟 你不是从小养 它会咬你的 可是养小鸟有好处啊 会讲 亲耳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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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一二楼在那个养 但是因为呢 他都没有住在家里头 而且会吵耶 我跟你说 他呢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蒋南天爷 他把我当用人一样了 因为我每个月 好像是拿了他的家用 就要帮他去做这些事情 讲到钱财 等一下再请教光丽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全广告 好 好 所以光丽 鹦鹉真的养了 养了 养多少只 上面有六对吧 然后下面也有很多只 然后这些鹦鹉呢 因为他们不是从小养的 他们会咬人啊 他们那个会啊 就是那个嘴巴 那个会啊 一咬人的话 整块肉会没有的 所以呢都是在房间里头 没有办法出去晒太阳 所以粉尘就非常的多 对我来讲 一个有洁癖的人 真的那个叫做折磨啊 你知道 但是我想说 哎呀 他事业走下坡了 那有个副业的话 可以有进账的话 我就帮助他吧 我天天就弄 天天擦 天天弄 是你去亲啊 对 哦 玛丽亚 然后来我也有请了这个用人来 但是用人都说受不了 因为他们戴着口罩干嘛 都受不了 那我又是坐在客厅 睡在房间里头 手一摸就是白白的 好恐怖啊 你知道吗 我都是用一副 重情重义 然后去体谅他的 去帮助他的 想要让他再重新这样站起来 我后来我到现在 事情发生我才知道 原来是小四在养鹦鹉 他为了要投其所好 然后就开始养鹦鹉 他养鹦鹉给他啊 不是 他养鹦鹉 他看他在养鹦鹉 就觉得说 这是个行业 那我们可以来养鹦鹉 然后可以赚钱 然后就把我当用人在用 然后呢 鹦鹉养了三四年以后 竟然没有生小鸟 没有 就是没有繁殖 因为他买了 你还弄了三四年啊 你就这样弄了三四年 对 因为他养了六对 是从国外进口的 叫做变种鸟 就是譬如说 他的鸟是绿色的 但是母鸟是黄色的 就跟白老虎一样 你知道吗 他那个鸟是 全身是黄色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变种的关系 很不容易受孕 所以买那个鸟 是钱是跟你借的 他那个鸟是他自己买的 但是后来呢 他又买了一些鸟 后来我发现到 有一个鸟 有一种鸟 它会 好像会说一点点话 我就觉得挺好玩 我就跟他说 这么多鸟里头 这种鸟 还会说话挺可爱的 隔了一段时间 他就跟我讲 说那个鸟园的老板 有三对小鸟 就是这个鸟 要卖 我说不要 我说我已经受不了了 这么多的鸟 我已经受不了 你又再搞三对镜了 我说我没办法 他说那三对鸟 漂亮啊 他说有一只的母鸟 那个黄啊 整个黄到肚子啊 我说那就买那一只就好了 他说不行 他说鸟主人讲 这一只鸟 要搭配其他的五只鸟才卖 所以要三 就三对 我也不愿意买 他说那这样子 你先借我钱 借我钱 拿110万去买这个鸟 我有了钱再给你 哇 所以六只要110万 就六只110万 然后那天我去领钱的时候 他还陪我到国泰世华 你还答应啦 对啊 而且要照顾这六只 对 那你听我说 那国泰世华我们都很熟啊 那他们这些乡里还在讲 夏小姐 你怎么要领110 然后怎么今天蓝先生也来了 我说对 我说我们待会要去买小鸟 一对那个就是 一百一 三对小鸟要一百一 我说对 然后呢拿了钱以后 因为他怕我说我领了钱以后 在路上会不小心干嘛 其实我说哪有这么严重啊 110万也没多少钱 背个皮包不就去了 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以后 他就把钱交给人家 我们就把小鸟就拿回来了 所以他就是从这边借了我110万 所以呢这个律师现在讲的呢 就在抓我的这些就是漏洞 因为我前后请了两个律师 我的叙述 因为我不是法律人 我也没有打过这个官司 我在叙述的方面 可能前面的律师没有听清楚 他就写了 我的意思是说 蓝文青跟我借了110万 要去买这三对小鸟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这个 这个三对小鸟 那本来我也没有逼得他要还钱 但是因为他外遇的事情发生了 我当然就要把我的钱全部拿回来 但是他们就否认说 跟我借了110万 然后这个小鸟是我要买的 而又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抓我们前后律师 两个律师讲法不同 见缝插针 那据说他为了发展事业 还陆续跟你借了很多钱 因为小鸟不是讲吗 三四年也没生 然后就每天养着 那他又在讲说 那又要把麻辣火锅 蓝宝宝麻辣火锅 再重新出来卖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年龄都老了 没有办法再像从前 每天那么忙碌 我们只做外卖的生意 就是只是做外卖这样子 然后呢 要花费钱也比较少 那我听他这样讲 我就哦 好啊 诶 隔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回来跟我讲 说那个时候 因为 单元首那时候有一个客户 他介绍了之前的就是高雄警察局局长 就是周又伟先生 跟蓝文青就认识了 那周又伟先生呢 他的三个结拜的朋友呢 一个是刑事局局长刘伯良先生 一个是庄定凯先生 他们就认识了 然后因为蓝文青就帮他们 家里啊 跟办公室都调风水 这是蓝文青跟我说的 然后呢 就说这个刘伯良 这个伯良哥呢 就介绍了他的好朋友 一个记者 叫佐基泰先生 他们三个人呢 就在聊聊聊 就在说 哎呀 那就把蓝宝宝麻辣火锅 做成一个两亿元上市上柜的案子 这个事情在报章媒体都有 有 对不对 都有 对 那他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顶了两个店 然后又有什么中央厨房 又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就跟我说他钱不够 希望我呢 能够暂时借他这些钱 让他 因为你也知道 上市柜的话 蓝文青是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然后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是放出来的 那这个蓝宝宝的这个专户里头呢 他要有对等的资金放在里面 小股东的钱进来之后 他要有对等的资金在里面 但是他并没有这个钱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先借我钱 然后我放在这里面 等到上市贵的时候 我这钱就还给你 看你是要股票还是要钱 我的股票上市的时候是六十块钱 我可以炒到一百二一百八 我说我不要股票 他说好那这样子 我们马上九月二十二号 蓝宝宝也要就是要 就是开张了 那时候就有现金流进来了 我马上钱还给你 那你也知道 二十八年的事实上的夫妻 你会叫他写欠条吗 不会啦 夫妻一半来讲 真的是不会啦 对 所以就是没有写这个欠条 那当时也没有想到 他会有外遇的事情 等到有外遇事情发生以后 我当然就逼得跟他要钱了 多少钱总共 他总共跟我拿了2900万元 那当然还好 就是前面他确定了 蓝宝宝上市贵这个案子就破局了 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入了钱进来 其他人都没有入钱进来 那当然就上不了市 那我跟他说 你既然你没有办法上市贵了 就把钱还给我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先 汇了一个1100万 就是分了两笔 汇了1100万就先还给我 等到外遇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逼得他还钱 他跟我说他没有钱 我不相信 他就说那你到公司去 问他的合伙人 因为他的公司账 都是他合伙人太太在管 他们三个人是老板 我就到了公司 去问这刘克健 那刘克健也跟我讲说 他说公司真的没有钱 那时候公司也正被一个 来买房屋的人 好像有合约的纠纷 然后那个人也把他们公司 还有蓝宝宝什么的账户 全部都冻结了 所以他们根本是没有钱的 当然还有一些 反正他就是证明说 像蓝宝宝这么要面子一个人 然后连他的超跑都卖了 还有超跑 他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是贷款的 只有这部超跑是有规定的 宾室的超跑要买的话 要全额付的 他多少钱买的 好像是1300多还是多少钱 我是不知道 他当时买这部车的时候 也是没跟我讲 他就直接买了 我大发脾气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子 你有这么需要这个车子吗 公司要有随时要准备 现金要买地要干嘛的 你要这个样子吗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开这个车子到酒店很威风啊 那我们先休息 进口水 我记得刚刚讲 然文青要追逛丽的时候 有去见你爸爸 爸爸给你的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改头换面 就会把你宠上天 看起来好像没有 第二种可能就是 他会把你卖了 你还跟他说谢谢 第二种可能好像是应验 哎呀 一语成称啊 我的爸爸讲的这话 真的是一语成称 爸爸有智慧 有智慧 老人家的眼光啊 那现在总的 他还欠你多少钱 刚刚前面讲 他前面先还了我一个1100万 然后呢 就是后来他跟我说他没有钱 他外遇事情发生 他没有钱 我到公司也确认 他们真的是 公司是没有钱的 后来他才把那个 附近南路二楼的房子 也就是我们蓝宝宝 从前上面的那个房子 对他把他信托给我 设压 就是设定抵押 算1000万 然后担保给我 当时那个房子 也是我们蓝宝宝 赚了钱的时候买的 他那时候跟他的 两个最好的朋友讲 他说这个房子 是小利 他当得的 那个房子 他是要留给我的 没有想到他在103年 就把那个房子跟银行 贷了1500多万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现在又把这个房子 本来答应要给我的房子 现在又算1000万 拿来抵债的 对 然后抵给我 那现在房子已经在 要准备第二拍了 后来你们是怎么分手的 还要怎么分手 他外遇事情发生以后 回来以后还在跟我讲 他还是维持他的初心 要跟我过一辈子 要跟我过一辈子 那小三小四的意思 他一说看他们 他也不能够逼他们走 他希望他们就自动走 那如果小孩子 他有能力就养 没有能力就探望 他这样跟我讲的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借口 他当时回来 一直跟我讲 他说我错了 我一错再错 又怎样怎样 哭得稀里哗啦的 很真诚 然后这样感动你 然后他说他要回来 我在想怎么可能 我跟你无儿无女 我这边解决 我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那两个差他二十几岁 然后跟他生了小孩 他有可能放得掉吗 我是这样想 但是他跟我讲 他就是要回来 他要维持初心 就一直跟我这样讲 结果 结果我才知道 他从一开始 为什么跟我一直 维持这么好的关系 他是把我当个挡箭牌 因为小三小四 全部都生了小孩了 他们小三小四 在逼你的时候 他永远是在讲 譬如说我要到小三 这边去的时候 我就讲 那个夏姐找我 我要到夏姐那边去了 好就走了 到这边又讲 夏姐找我 她又到这边来了 然后她把我 放在这边的时候 变成说 这两个都不能逼她结婚 因为夏光丽在 所以她利用我 那现在呢 我就不被她利用 我就闪掉了 什么时候闪的 在2019年的五月份吧 那也差不多才一年 就是2018年12月3号 发生的事情嘛 对不对 我2019年的五月 我就正式 就五月初我就正式 就是不跟她来往了 然后就让他们两个去争吧 结果现在知道 那两个确实是争的 非常厉害 天天吵 你说小三小四 当然了 每个人都要争正宫啊 那你有跟她 跟郎一星打官司吗 有打官司就是 现在还剩下910万 910万就是有110 那三对小鸟 那另外还有800万 那三对小鸟 后来的下落呢 对 那这个官司 从去年一直打到今年 然后8月14号才宣判 然后这一年多 我都是经历了 像地狱的生活 因为我自己选的人 然后我也不让我妈妈知道 我妈妈已经90岁了 我没让我妈知道 我也没让我姐姐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 独自承受 然后我又是 那么爱面子的人 我不想把这些事情 公布出来以后 变成人家茶余饭后的八卦 来讥笑我 我不愿意 那今天我愿意出来上节目呢 我只是想说 能够借由我的案例 让现在正在经历 同样事件的这个伤痛的人 或者是已经走过这个伤痛 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人 能够跟我一样 重新过自己的新人生 放下不必要的执着 然后重新过你自己 喜乐丰盛新生命 你在最痛苦的时候 有多痛苦 我们演戏啊 常常讲泪如雨下 我们在演戏 演不出那个境界 但是我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真的叫做泪如雨下 那个眼泪不停地流 不停地流 那个衣服上面 那个地上是这样一大摊的 然后这个差不多将近也是 五个月到六个月 天天如此 然后我哭到 我的眼睛都已经有问题了 我从刚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哭得眼睛有问题了 蓝文青还曾经跟我讲说 叫我不要再哭了 他说我眼睛会哭 会哭瞎 对 像我现在还是在看眼睛 我姐姐都陪着我 都是固定看眼睛 所以我现在 我的左眼睛在开车的时候 常常会突然间 小心啊 会模糊 所以我现在都是自己 有看心理医师吗 我的第一个心理医师 就是邓慧文邓 就邓医师 那你就知道 已经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了解 阿德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侠女人生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经历了什么 而是你有能力去经历 我觉得这一点 你要引以为要 因为不是每个人 经历这些事情 还可以挺住的 然后不管是什么 心理上的 或是生理上的 或是财务上的 我觉得都是能挺得住的人 才可以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要引以为要 谢谢 对 文文呢 而且我觉得刚刚夏姐 她讲说 她不希望把这些 她这个私底下的人生 摊出来 会变成人家的笑柄 或者茶余饭后的八卦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经历过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很耗面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耗面子 你就等于折磨自己 人家问你什么都 很好啊什么的 那都是假的 可是我觉得 经过今天 然后夏姐讲出来 尤其你刚刚说 希望你自己的故事 你愿意这样很具性 你讲出来 那代表什么 你有痊愈的机会 而且甚至是离痊愈 已经不远了 所以很勇敢 然后你看 整个人的状态很好 当你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时候 其实就是 是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过程 我经历过 对对对 所以其实OK 阿德 你有三支手机吗